我感觉他们家的汤涂稍微要浓一点 哈喳大家好 我是汤油 今天我要去一个奇怪的地方 吃一家长沙米粉 这个地方叫公交新村 具体为啥叫这个名我也不知道 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现在都已经1点了 还有这么多人 天呐 过货了 这太过分了 看着也太过瘾了 一个雪里红牛肉面 面吗 确定的 不是面粉 一个牛的雪里红粉 还有一个香菜牛肉粉 对 找位 找位不错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空座鱼 感觉来这个店里很有服务可言 但是一定要红 而且这边的马子都是现炒的 特别好 我点的是雪里红牛肉粉 加了一个煎蛋 煎蛋先让它泡一会儿 更香一点 哦 不行 太烫手了 它那边的那个制度料台 雪里红水变夹了 这个牛肉量给的可以吗 这碗雪里红牛肉粉是18元 加了一个煎蛋 2块钱 我打了巨多的小料 上面很多干辣椒 我觉得这个辣椒看起来就挺辣的 加进去生蒜 雪里红 辣椒就比较有味道一点 哇 关键是它这个自助料台的小料是无限量的 请吃入饼好 后客去餐 加上干辣椒 那个味道一下就顶上去了 很贵 再泡泡汤 之后这一碗 我给它换着吃 吃一下小伙伴的香菜牛肉粉 好多香菜 辣椒给的很顶 上面全是辣椒香菜 辣椒香菜 咱们家就是一个烟火器非常重的老店 对于长沙本地来说价格不算太便宜 人特别多没有服务可言 我觉得所有都像在自住一样 咱们家的马子是真的很好吃 各有各有味 因为粉的口感是比较Q弹 但是也没有那么劲道 吃起来就稍微有一点像北方的那种挂面 就是煮的老一点的挂面 好了 记得给我点赞哦 拜拜